第一次北市府舉辦的升旗典禮上 市長柯文哲首次發出邀請函 他邀請了鴻海創辦人郭台銘來到現場 加上親民黨主席宋楚瑜 讓郭柯頌首次合體同框 但是面對親民黨總統推薦門票 外界都在關心 郭董到底會不會爭取呢 對此郭台銘首次表態 他連續說了七次 不會斷絕外界對他參選的想像空間 他也強調自己不會阻擋 不過先前柯P在組民眾黨時 他想要找親民黨的議員黃珊珊來接任副市長 但是並沒有知會宋楚瑜 當時就傳出了宋楚瑜不滿 拒見柯P 這一次也是兩個人在傳聞之後 首度一塊公開亮相 生不生氣宋楚瑜臉上表情當答案 但親民黨這張總統門票2020格外珍貴 我們要跟宋主集團合作嗎 不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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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不會 比上大大的差郭台銘連喊七次不會 斷絕參選想像空間 郭哥送北市府前首次合體國慶升旗 郭台銘招牌國旗帽一拿出來 柯P笑點瞬間引爆 今天的連禮 沒想到下一秒 請脫吧 柯文哲更是笑到動美條 看2020總統大選藍綠PK 直接預言進入垃圾時間 所以有什麼丟什麼連續丟好五顆三分球 大家開始運球 運球就運到最後時間到了 不像那個棒球什麼 我一個逆轉全力打 所以你覺得韓國瑜後勢看好嗎 我也不曉得現在是棒球還是籃球 不會跟宋主席合作為什麼 來不要選啊 合作什麼 那你會阻擋嗎 也不會 先前柯文哲閃電主民眾黨 挖腳親民黨議員黃珊珊 想接副市長都沒通知宋楚瑜 傳出老宋不開心 婉拒柯P約見面 這回人到了市府前 升級後 柯P支持前握完手就快閃 更引發聯想 其實我跟你講 我們兩個本來就關係都很好了 那個外面老是傳說我們 什麼他不高興 什麼講一大堆 其實剛剛你剛剛說抱歉是不是 沒有啦 這個我跟人家講說 細節我再跟你講清楚 如果老宋真的清真的話 就會支持他 再講吧 這個他有他的打算 始終沒表態 鄉挺宋楚瑜清真總統大選 依舊留下模糊空間 接著吃午餐林佳龍 吳衛倫泰博導